佛说阿弥陀经中 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怎样理解 简单的说 往生极乐世界是非常殊胜的因缘 就是这一桩事情不是随随便便的 需要具足大善根多福德殊胜因缘 那么什么叫大善根呢 遇到这个法门能相信 这叫大善根 就是听到极乐世界 听到念阿弥陀佛能够深信不疑 这叫大善根 半信半疑叫有善根 完全不相信 在净土法门来讲叫没善根 标准在此定 这个标准保一大师说定的 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把它衍生出来 就是对这个法门能生起信心 这就是弥陀经所说的善根 信心实主 丝毫不怀疑 大善根 然后福德是什么呢 福德是肯怨肯行 我也相信了 进而 我毫不犹豫发愿 这一生一定要去极乐世界 而且经济念佛 这是属于大福德 肯念佛的人 肯往生净土的人 是人世间福报最大的人 这福报超过世界首富 所以念佛人回家要偷笑来 谁最有钱 念佛人最有钱啊 钱在哪里啊 存在银行 那个世界首富的钱也照样存在银行 是存在哪个银行 极乐世界银行 我们存的都不是钞票 什么人民币美金欧元 那都不值钱了 存的是什么呢 全部是金砖 金条都没有意思了 极乐世界金砖铺地啊 我们家太有钱了 建筑材料全是七宝 什么钻石都要靠边站 穿的衣服 零罗绸缎 都有些过时了 极乐世界菩萨穿的都是妙宝衣啊 这个衣服随心手艺 根本不用逛商店去买呀 想穿什么衣服 动一个念头 最时尚的服装在身上 全是珠宝装饰 用珠光宝器来形容 毫不夸张 想要到哪里去旅游 诗人飞机都不够安全了 你说明天我想去九寨沟 念头一动 九寨沟不好玩 我们到外太空去 七宝宫殿随身飞行 这个是念佛人的福报 真是谁啊 所以念佛人如果认识到 有这样殊胜的果报 怎能不发愿 怎么还会放弃呀 所以才说 肯愿肯行 叫福德 没有福报的人 他不愿意去 因缘是什么呢 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 就叫大因缘 遇到了把握 珍惜 成佛的稀有因缘 这就是弥陀经上讲的 不可以少 善跟福德 因缘 得生比获 不可以少 不可以少 合作的